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说我也不要求你退选 但请你一页一页的讲清楚 但是说自己光明磊落的张善政 本来不是说今天要开记者会吗 记者会有讲清楚吗 还没有开记者会 到现在等于是还没有讲清楚 连个记者会的影子都没有 那昨天上午甩锅给扁政府 说是扁政府时期验收的 结果被打脸之后 张善政下午又开始扯说 没有必要去讲什么蓝营 绿营 奇怪 我的都是第一个说 讲蓝营 绿营的也是你 不是要开记者会来直球对决吗 那怎么现在连个影子都没看到呢 好 那郑云鹏也说了 有真意就讲清楚 相信农委会会好好的来调查 但是国民党再不讲清楚 这个外衣效应可能会很严重 因为现在又爆出了 要选新竹市长的林根仁 他的论文也涉嫌抄袭 好 国民党的惊奇四超人 大家说最惊奇的应该是朱一伦了 说这个民进党是为了帮林志坚脱罪 泼索人的脏水 拜托 林志坚都退选负责了 朱一伦是不是也应该要换一个新梗呢 那蒋万岸这边说要防偷窥 许巧新却去曝光 陈时中团队的电话通讯录 被骂之后甚至还说 这个办公室分机又不是各资 话锋一转 说陈时中团队里面有更多的正二代 那蒋万岸这边也就加码酸说 这个进办的成员名单难道也要保密三十年吗 蒋万岸的选情真的是告急了吗 看起来好难道开始要打负面的选战吗 开始用负面手法吗 那蒋万岸这边最近一直把阿公牌给端出来 把阿公端出来了 那么成立军工教后援会之后 打出了金国牌 还刻意要制造亡国感 但是比较尴尬的是 传出这个台下居然有问说 蒋万岸跟蒋经国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阿公啦 这还要人家讲 想要批人家真二代 你这个蒋三代 这个一选就可以跑去选立委 还可以选市长 到底是谁比较好命呢 那陈时中这边提了公厕要设免治马桶 结果柯文哲又在说 这个维护费用很高 接受度很低 会变成文字设施 但是北市府之前不是自己也评估过吗 好你自己没做套 变成做不到说一套 公厕议题现在延烧到了新竹 高宏安这边po照片说 这个免治马桶喷头很脏 但现在就网红暗图所记发现 根本没有这回事 你照片是打哪来的吗 好所以没有的事情就不能乱讲 杨胜林现在在中国的节目上面说 台湾没什么海鲜 因为吃海鲜在台湾是很奢侈的 所以搞得昨天大半夜 脸书上面出现了大量的海鲜炫耀文 我觉得这个比较过分 意图使人变胖 今天节目上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 首先来欢迎节目来宾 资深媒体人中年黄黄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民进党新美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余美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张善政有没有抄袭呢 他说自己只是复制贴上 但有没有抄袭可不是你说了算 不是说要开记者会吗 那怎么记者会呢 到今天还没看见 我们带你快了解 简报分享超过15分钟 张善政坦白 他是临时天押上阵 时任洪基副总 同时也是农委会研究计划主持人 张善政可不是挂名 代表上台就好 报告书中规范 主持人要负责总基校 最后必须审阅其中期末报告 研究契约书更写明 如果认定抄袭票欠 不论以防洪基还是主持人张善政 都得负赔偿责任 农委会他有权利跟任何一方 所以就有全部的责任 但是比如说今天是洪基 他先赔钱 那洪基赔完全部的钱以后 他再去跟张善政做一个内部分担 他的合约本身的规范的追溯期间 他得到一些行政的作为 还有一些法律的作为 这个部分我们都要去做领寻 依照民法规定 一般契约追溯期保留实用书面解释 由专家学者判定 有一律进入复审 不排除约负责人面谈 不过目前还在第一阶段 抄袭有所谓的情节的严重性 跟他的量的多卦 所以会组成一个专家会议区域了解 会不同人 会不同人 毕竟这牵涉到五千七百多万经费 真的进入复审 也会重新再组专家小组 以最严谨规格检视抄袭问题 三连新闻苏云宽 曾嘉宣台北报道 好 今天很多人都在等张善政的记者会 但是记者会开了吗 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但大家也说张善政不亏是博士 居然重新定义了抄袭这两个字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不是抄袭 我只是复制贴上而已 复制贴上不叫抄袭 那怎么样叫抄袭呢 甚至还颁出了著作全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张善政 这个上节目的时候说些什么呢 他说他是用著作全法 里面是隔离使用 好 我们要请教博文哥 因为其实昨天到今天大家都在等嘛 张善政要不要开记者会呢 好 本来说不忍了 他规划要开记者会 直球对决 但今天不要说球啦 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好 这个郑运鹏就说 请政大光明 我也不要求你退选 但是呢 请你一页一页说明白 但到现在大家等到张善政 两个礼拜咧 讲清楚说明白了吗 这个五千七百万不是一个小数字 五千七百万恐怕都比诺贝尔奖的得主的奖金还要高 我们今天不是说你非要说做出什么样让大家耳目一心 然后震撼震撼全台湾的这个结论 但至少你这五千七百万花下去 要让大家觉得说你确实是替公家的这个工厂做出一点事情 如果没有的话你还涉嫌抄袭 这个不但是诈欺 而且我认为都有A钱的嫌疑 我给大家看 张善政面对这几天的这些质疑 坦白说他除了这个硬拗之外 例如说人家说你的那个一千七百万的计划里面 六十页里面有高达二十九页是抄袭 那个证据都弄得清清楚楚 结果他怎么说 他说那个是重制 然后他又讲说这是合理的这个范围 那没关系 我今天只要求 就是说张善政 你至少针对外界的疑点 你至少说清楚吧 为什么我们这样要求 很简单 你说对于这个争议 对于研究报告争议 张善政你说会开说明会 对报告有十足信心 十足信心 一百分一百 主持人 所以我们同样讲这句话之后 我们也不断的期待 可是一直到目前为止 没有啊 我请问大家 这个报告不是说我还要再去央土找 证据所有的人家都 所有外界的这个质疑点 通通都强烈在这个上面 你只要针对这个部分 你做一个清清楚楚的解释 难道不行吗 今天郑善谱要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没有要求你退选 但是至少你要一页一页的 把外界的这个质疑说清楚吧 为什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很简单 第一个 这个是公堂 过去这个 过去这个张善政 你在质疑这个林志坚的这个学位 学位案的时候 我坦白说 学位案他已经退选 他也负责任了 重点是那个部分 还没有牵涉到公堂的问题 你这个是有牵涉到公堂的问题 然后你现在又硬拗说 这个是叫做所谓的这个重置 这个比较抄袭 但我觉得一页一页要张善政讲清楚 也太严苛了 你看两个礼拜了 他现在连一句话一行 都没有解释清楚 还要一页一页 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应该要讲清楚 那另外他里面那个报告里面 60页的报告里面 他29页是抄袭 这个NCC相关的这个报告 那NCC那个报告 其实他花了这个几十万就有了 98万委托的工业院来做的 98万的这个委托案 结果到你手中 可以一下子又变成1700多万的 这样的一个 那我认为 坦白讲张善政 不但是这个抄袭高手之外 最重要他还是什么 还是理财高手 他可以把90几万的这个研究案 一下子变成1700万 但是问题是 花了这些公堂 人民得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大问号 好所以大家也说 张善政现在说 他心里很安稳 要大家不要打泥巴战 但是到底现在谁在打泥巴战 到现在还没有说清楚 好我们要请教正号 因为他说现在律师团队 到位了他心里非常的安稳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一天 红台梯 4号的晚上 张善政还特别 在这个台风天的下午 把他的这个律师找来 还特别穿上这个律师袍 我们说setting场景 也是蛮辛苦的 好叫这个律师朋友 赶快你律师袍赶快穿着 我们来就定位 拍了这张照片说 这个律师团都来挺我 但重点来了 现在已经有律师说 法院未必买单 为什么就算你搬出著作权法 法律也不见得买单 因为里面你是有获利事实了 所以现在张善政 你就算把你的律师朋友 也都找来帮你背书 这有用吧 他会不会是跟律师开完会后 决定不开记者会了 律师的法律意见都说 你可能会出事情 所以先不要开记者会 因为状况是这样 我先跟大家讲 智慧财产权 所谓的合理使用 前提上几乎就是不可以有盈利行为 你非盈利行为才会有合理使用 那你有盈利行为 你怎么可以超我的智慧财产 所谓智慧后面加要财产 就表示它是跟钱有关系的 可是张善政今天很简单 你今天抄袭别人 你抄袭别人 然后去升起的 不管是五千七百万 或是最后一季的一千多万 它都跟钱有关系 所以对于很多法律的见点都说了 一 你不要滥用智慧财产权的合理使用 二 你确实因为这个东西 不管是宏基获利 还你获利 确实有一方获利 所以你在抄袭的时候 你必须付给人家权利金 三 合约上写的明明白白 抄袭者要付赔偿责任 那今天的最有可能状况是什么 农委会认定完是抄袭之后 农委会当然亏钱了 你抄NCC委托工研院的报告 才98万 你给我拿一千多万 诺慧已经觉得撩钱 那诺慧会跟谁求偿 跟宏基求偿 那宏基会跟谁求偿 跟张善政求偿 那是计划主持人 那张善政觉得委屈 OK 那你就可以只计划负责任求偿 可是问题是这一系列搞下去 我先不讲法律上或什么 政治上张善政就很受伤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我为什么认为这份报告是不负责任报告 因为里面涉及到 他去抄袭工研院就是IPTV的研究 就是网路电视的研究 2006、2007、2008、2009年 工研院的报告是2006年写完结案 那张善政的研究报告 2007、2008、2009 到2009年的时候 确实讨论到IPTV 里面在介绍IPTV 就是网路电视的国内现况跟国外现况的时候 他去抄袭工研院2006年的结案报告 这才是大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2006到2009年 观众如果有意思的话 那时候是网路电视最起飞的时候 香港 因为他抄袭香港部分的时候 2006年香港只有三分之一 可是到2009年后 香港整个香港已经超过三分之二以上了 所以换句话说 我的意思是 抄袭是一回事 可他提供错假资料给农委会官员 会造成他们在判断网路电视的普及率的时候 会有错误的嘛 你可以想象 对于农委会官员 看到这份报告说 连香港那么进步的国家 都只有三分之一的网路电视 跟香港那么进步的国家 已经七八成在用网路电视的时候 你问农委会官员 判断未来农业政策走向会不会改变 当然会嘛 这就是我一直谈的 这抄袭是一回事 骗钱也是一回事 可你的报告 就算你是沿用好 沿用旧的资料 让农委会官员以为是现在的现况的时候 会造成农业政策的判断错误吗 那你会不会觉得 他现在讲说这个复制抄袭 复制贴上不是抄袭 有没有感觉有点硬掰的感觉呢 那你去帮林志坚辩护 我觉得大家标准要一致嘛 对不对 他可能觉得抄袭一定要用笔抄了 那叫法写 那我说我叫Ctrl C Ctrl V 行不行 你不要玩换句话说的东西嘛 我觉得这件事很简单 抄袭很多人不开心的事情是 这五千多万你怎么那么好赚 我们可能要赚一辈子 可是对我而言比较不能接受事情是 你会让台湾农业政策产生误判 可能会造成台湾农业政策发展失误 那这件事情我才觉得张正要负起比较大的责任嘛 所以张正可以不开记者会 他不开记者会我们就讨论一天 他再不开我们就再讨论 最后死血是他了 所以你觉得他会开吗 我觉得压到最后他一定会开 可是问题是像我们的经验 你拖到最后才开 一定都开了李迪阿拉 你开了李迪阿拉的时候我们就会再骂 所以我就赶快直写嘛 你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是清白的 不要用什么形容词 不要贴照片 不要玩换句话说 拿出证据说话 我们也会很公益的去检验 因为文字这件事最有趣的事情是 有抄就有抄 没抄没抄 是比对的出来的嘛 所以我认为张三镇的阵营 一定要好好处理这个议题 否则对于市长的选情一定会有大影响 好 所以指责哥到底我们要开记者会 大家都在等 可是好像没有看到 连一个影子都没有 不是说今天要开吗 我看到张三镇阵营的回应 是说说明会正在规划中 会在适当的时机来召开 规划到选拓吗 我认为不至于 不过我坦白讲 因为这个案子是三年的案子 大家也知道他金额5700多万 是大案子 然后他连这个主持人总共有12个人 在执行这一项计划 我想他可能这个 比如说是不是比较复杂 资料比较多等等 我赞成也支持应该出来说明 那但是抄袭的部分 我必须要说 坦白讲张三镇在上周被质疑 这件事情的时候 第一时间他就讲了 假设说他这个在引用上 如果有一些失误 如果有一些瑕疵 他愿意跟农委会道歉 但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是上千页的报告 从目前拿出来的证据 不管是周刊也好 或绿营的朋友 拿出来质疑也好 我看比例上 我坦白讲一页都是超 我承认一页都是超 但是在比例上 如果是少部分 如果是瑕疵 如果失误 我认为应该自欠 态度要出来 但总比林志堅好吧 林志堅超了90% 被中华大学 台湾大学都认 学人会都认定是抄袭了 到现在一句道歉都不愿意讲 我想这个高下立判 那当然 当然我要讲 就是说退选还不道歉 我觉得可恶才真的 这个要像学生 这个作弊 然后呢 这个被抓到以后 他就说 老师说你作弊 我就不考就好了 这种态度 人民能接受吗 但也OK 你不道歉 就是持续被人民质疑 那再来我要讲 就是说这个钱 我觉得大家 我坦白讲 这个钱当时 他是宏晋的副总 钱不是进他口袋 我觉得大家也不需要 特别去误导 感觉我钱都进他 都被他A走了 不是如此 他说了只要一毛钱 进入他口袋 他就退选 我想这个也必要厘清 再来 到底有没有农业政策被误导 如果真被误导 那我这个民进党执政 也六年多了 怎么都没有提出来 我想应该事情 没那么大 那接下来 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 其实反而是农委会 这个就好像当时 我们在质疑 林志坚的论文抄袭 最后谁来判定 谁说的算 谁说的准 就是学人会 就是校方 那我一说农委会 看起来陈其中 也超积极的 好像也成立了一个小组 好 那就来先做行政调查 那我们来看看结果 到底有没有抄袭 或者说有没有瑕疵 对农业贡献怎么样 这计划有没有A钱 到时候我们再来评断 这个事情 我补充你去 指责那我们打勾勾 农委会出来的时候 你们不要说农委会政治操作 对 我们打勾勾 我们先住庄 今天今天Live 我们大概 一直我们大概住庄 我问这个问题 这插一句就好 插一句就好 代表 你不要说农民党嘛 我回你嘛 这重点是 陈其中 或者说农会怎么判定嘛 你想想看 当时台大跟中华大学 他们的学人会怎么判定的 他们找了多少专家 这个才会有社会公信力 有很大的瑕疵 那你叫我质疑吗 到时候我们又质疑 那是不是也可以比照办理质疑农委会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你就是你那个过程 有没有合理性正当性 才能让这个纷争 这个让大家适宜嘛 好 我们请教黄哥 因为紫泽哥坐在这边 也是蛮辛苦的啦 因为他自己也讲了啦 如果抄袭你要讲嘛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张善政这几天不是说 有一块钱进我口袋啊 我就退选啊 我们来执求对决啊 话讲得很漂亮 但是行为呢 就是说这个行为执求对决 就有投成爆头嘛 就很简单的道理 今天他昨天讲了那番话 其实他在偷渡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是我没有违法 所以他引用著作权法的 所谓的合理引用 他博士耶 他又教授耶 他不了解著作权法嘛 他一定了解 那好 什么叫合理引用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合理引用是不是合理 著作权法的 虽然他没有讲得很仔细 但是你从那个立法精神 过去的判例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一个是你用途用在哪里 还有一个你引用的范围有多少 用途很简单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很清楚 我今天买了一张 我很喜欢听的CD 或者是我在网上下载 买了一首音乐 我放在家里听 我觉得很棒 我想开车的时候也听 所以我可以复制一份 我放在我车上听 这个叫做合理使用 因为你的用途非商业使用 但是我如果 我大量的复制拿去网路上卖 那就会被抓去关 因为那违反著作权法 这个叫做用途 张善政这个 他引用 有没有拿来做商业使用 有嘛 有钱嘛 所以这已经跟引用范围 多少没有差别 你就算只引用两句话 但是你有商业使用 是有可能违反著作权法 还有一个 你引用的范围有多少 就是说著作权在认定 这件事情有个很主要 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 我再举一个例子 最近大家很喜欢讨论海鲜嘛 我今天去吃了一家握寿司 我觉得好好吃 我想要在我的脸书 写一篇评论 可是我怕我公信力不够 我就去找 发现王举金在去年的时候 吃过同一家 也写在脸书 所以我就引述 王举金某年某月 在他脸书有这么一段话 来印证我的话 但是好不好吃 如何形容 那是必须我自己写 我不能去抄你的 我如果抄你的 不能连感受都相同 对 我如果去抄你的 那就变成抄袭 那个不叫引述 也不叫合理引用 这样大家懂了吧 所以今天张善政的问题 他另外偷对一个概念 就是说 民进党都帮我背书了 你们是在讲什么 好 我们再把时间点讲清楚 07 08 09的计划 没有错 这个案子发包是 苏家全农委会主委任内 但是第一个 苏家全没有叫你去抄 第二个 苏家全没有叫你四天 四个工作天 在澳洲考察 五千公里的行程 那个行程真的蛮累的 好 再来 结案 跟后续的计划 包括2007年的结案 都是在国民党 陈武雄 总组委任内 所以你不要去找民进党帮你背书 民进党没有帮你背书 而且即使退一万步讲 即使民进党帮你背书 有瑕疵我们一样讨论 而且我们今天在讨论 并没有人去质疑说 这个标案有问题 这个标案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人去质疑 这个标案有问题 我们质疑的是结论的部分 你的结论的部分 离谱到好几位外部的委员都告诉你 不只讲过一次 你题目叫分析与规划 你怎么没有分析也没有规划 他现在说他记者会正在规划当中 你相信他会开记者会吗 他的研究报告叫做 台湾农业电子化分析与规划 但是只有文献没有分析跟规划 同样他的记者会永远在规划 也不会有分析 我在想 张安正什么时候开记者会 就是逼到最后可能民调已经落后 曾韵彭20%以上 他可能才会想开记者会 但是那个时候开记者会已经无效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清楚的态度的问题 举行你刚刚开场讲说 国民党的这个四超人 对 好 这四超人有什么样同样的态度 就是我通通都不理 没有一个人出来开记者会 每个人了不起讲我尊重学伦会 要不然讲说这叫政治魔黑 全部交给学伦会负责 对这叫国章水 这是国民党的被指控抄袭的态度 SOP 民进党有没有人被指控抄袭 有包含林志坚 包含蔡世英 他们两个人态度是什么 我把所有资料拿出来我开记者会给你看 你相不相信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至少我说明了 而且林志坚 昨天已经向教育部申诉了 表示说他还是坚持 他的论文是没有抄袭的 这是民进党两位被质疑的人 候选人的态度 那你光看这个态度 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 一边是我对我自己写的东西有信心 所以我愿意出来面对 这个叫直球对决 另外一边四个人 没有一个人出来开记者会 上礼拜二近周刊报导 到今天正好整整一周 张善政 我一直在呼吁你一件事 不是有人讲说你是台湾农业的蒋经国吗 那蒋经国有十大建设 我也不要求你十大 你讲一大就好 就是你这个花了五千七百万的预算 到底为台湾农业做了哪一项 很重大的建设 而是我们现在有感的 不是那个IPTV 脸书粉专只有八百多人 现在点进去已经看不到的东西 那个不叫贡献 那个叫浪费钱 后面甚至还多申请了两千多万的预算 那你第一个你贡献讲不出来 第二个 你是不是抄袭的部分 你也讲不清楚 然后你这时候你要告诉我们说 你对这个报告很有贡献 那我告诉大家五千七百万 我相信对80%以上的台湾人来讲 可能是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结果你用三年的时间 当然五千七百万不是放在你的口袋里面 但是这一笔金额大不大 而且这笔金额是我们在座所有的人 包含黄子泽纳税的钱 因为这是公帑 这不是我出的 也不是 所以更弃啊 对也不是俄伯恩出的 你交的可能比较多 没有啦 国民党出的比较多 就大家都有说 这叫公帑 那对于这个公帑 是不是被合理使用 我觉得身为一个公民社会 每一个公民 应该是有这个资格 要求张善政出来讲清楚 你花了五千七百万 你到底花去哪里 然后呢 你到底对台湾农业 做了什么贡献 这是你必须要讲清楚 这个未必跟选举有关 但是这是你对公帑 花费公帑 必须应该有的态度 好 但张善政呢 昨天上午呢 把整件事情都推给扁政府 没有想到被打脸之后呢 下午又改口了 说不要扯蓝绿 奇怪 怎么话都是你在讲呢 这是什么 这就是善变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那张善政的标案呢 涉嫌抄袭 没有想到现在国民党呢 居然还拉出了林志坚来讲 大家也说 你嘛好了 林志坚都已经退选了 他也来向教育部提出夙愿 以示自己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张善政做了什么呢 你说要开记者会 直球对决 但到现在呢 记者会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好 我们要请教美美姐 因为现在呢 包括人律师就说 你这个 搬出著作权法 都没效啦 你就蓄意抄袭 为什么呢 好 这个是立委黄世杰 他本身也是一个律师 他就说了 张善政这个标案呢 剽窃 剪贴 把原来的图表消息来源 都拿掉 说是合理使用范围 没有违反著作权法 身为律师的他 觉得非常非常可笑 那包括郑运鹏的办公室呢 这边也讲说 张善政为了逃避责任 一再的说谎 面对质疑 不愿意诚实面对 不只是笨 更是坏 张善政是坏吗 我觉得张善政是又笨又坏 怎么说 为什么说他笨 很简单 他现在其实 你看他这个大规模的 尤其是这个第三期 你看他那直报告里头 他60页里头 有29页 都是引用人家NCC 委托工人院的报告 那我请问你 他说这个叫重制 然后他说是合法使用 合理使用 我们就翻他这样 著作权法 大家就翻著著作权法 第65条里头 有好几点 其中第二项里头的 第三点 非常清楚的讲 什么叫做合理使用 他有定义 他说什么 你要看你这个作品的质量 还有在你这个 引用的这个比例 重制的比例 在你整个作品的比例 有多少范围 我请问你举今 这不用康买尔土木博士了 我就请问你 60页里头 有一半 29页 都是超人的 这个叫做符合比例吗 这叫合理 超过比例原则了吧 超过比例的嘛 小学生都知道嘛 所以他居然大累累的讲 他讲出著作权法 这叫笨 有大家都不懂数学 不懂比例 坏 是坏在什么 其实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呢 你可以引用 但你不能抄袭 结果你看嘛 他好多地方引用 他不是也不写 他出处来源吗 他就给他涂掉 对 然后呢 你可以重制 但你不能剽窃 好 什么叫剽窃 什么叫变造 讲得最好的就是 他不是好多图表 说看各国吗 那你从各国 他一些 比如说德国的 他去抄中国的网站 然后呢 他把人家标题就改了 然后来源都涂掉了 六个地方搞掉了五个 就只有第六个不小心 来源来不及涂掉 这假装是自己写的 这是不是很坏 他美国那个不小心忘记涂掉 所以大家才知道说 原来你是超空远远的 你这不是 这个真的是 灭尸 灭迹不成 那反而就败相显露 那尤其是这里面 刚刚正好谈到有一点 大家注意 刚刚指责也说 到底有没有影响 那有影响的话 早就应该说出来了 好 我们就说 如果你有错误的引导 你真的是 不只是掩盖自己的剽窃 而且你制作错误的报告 给政府 那你这个是不是 罪恶更大 我们为什么要讲 这里面就有律师看到了 他就说呢 你被报抄袭 你整个抄袭也就算了 他故意有多写 漏写 关键字 掩饰 那比原文还更加错误 他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讲 他讲到美国 那个食安 监管管理的这个系统 然后呢 中国他们那时候 真的没有去查 大家知道 美国是联邦主义 各州有州政府 州立法 他们自治权是很大的 就在这个报告里头 就把它当作说 因为在 柯林顿执政的时候 他有成立了一个 食品安全的 顾问咨询委员会 这顾问咨询委员会是什么 就是在做国文的 他没有行政权 他没有指挥权 可是也就是只有个顾问性质 那各州呢 自治权很大 他们有自己的法令 有自己的管理机关 所以各州不一样 多如牛毛 他根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整合体系 那效果不张 那后来呢 这个呢 柯林顿卸任 就正习人亡了 小布希 欧巴马上台 都想要搞这个 全部都失败 结果中国的旗堪不吵 他就说 哦有个 共用嘛 他们中央集权嘛 哦有些 联邦 这个柯林顿政府的一个管理 这个食安的管理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那他底下 那可能呢 他们也知道 有各州 有各州的管理机构 所以他原来的理由是说 哦 他的概念是说有个上位的食安管理的咨询机构 然后呢 他有新政权 他可以指挥底下各州的食安管理结构 然后各个来通力合作 互相 这个 比如说呢 这个互相独立 可是呢 又可以互相补充 有综合效果 你知道张善政的怎么样吗 他把各州的互相独立 这几个字都去掉了 他就说联邦政府授权 然后呢 就形成了 推动了一个食安管理的一个体系 去投去为取中间 对 而且错了嘛 人家至少还有一个联邦主义说 各州政府 大家有这个机关 互相通力合作 他把这个 互相独立 通力合作 这个都去掉了 就变成只有一个全面 哦 有一个食安管理机构 有一个这样的体系 那我问你 这不是比原来更加 这么不专业 怎么规划农业 就是不专业 我跟你讲 他就是拼拼凑凑 大拼盘嘛 结果 结果你看 东窗事发以后 他就是硬拗嘛 明明人家说 你到底有什么贡献 他说 没有一毛钱进去我的口袋 我不是要问这个 我是说很简单一点 你也不要说什么 把自己吹嘘成什么 农业的蒋经国 蒋经国十大建设 你就一向出来就好了 这个时候张善政 他可以这样嘛 比如说 刚刚指责有讲 对 他有12个底下的研究人员 你把12个都抓出来 一字拍开 给我 我当初怎么做的 我怎么做的 我怎么做的 然后再告诉大家 我这个做的结果 我们农民收入 比以前多了多少成 对不对 我这样做的结果 我们的农业收入 比如说 比5月 你本来比5千多万 多少百万 就会跟你拍一拍手 你都没有 你说不出来 那你甚至被人家说 你说你办了 三十几场的研讨会 大家就算一算 怕死人 那如果我们国内办 说真的 可能两三百万就好了 你要花一两千万 去办这么多研讨会 那你出国 对不对 出国考察 并发现 跑到澳洲 离岛去考察 几千公里 你在干什么 这种是我们大家 花了钱 让他们出国 然后你知道 甚至审查委员里头 还有说 就是说 你找的那些代表的 那些研讨的人 第一 人数是不够 第二 有多少代表性 然后你到底是 分类不清楚 还是没有找到 足够代表性 那人家讲了 好多好多的疑点出来 就我们又发现 一件事情什么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他的这些报告 比如说 他是第三期的 从第一期开始 他的其中 期末的审查报告 他都要拖到 马英九政府时代 你看出问题 也都从 马英九政府时代开始 为什么 是因为 朝中有人好放水吗 因为马政府时代 会放水吗 否则为什么 验收解案 都要在马政府时代 所以这个时候 张上阵 你不要硬拗 你就拿出态度来 诚实面对 你怎么 当初怎么讲 林志坚的 你把它跟道德 跟诚信挂在一起 你自己呢 你自己有诚信吗 你自己没有浪费工房吗 你有对台湾农业 什么贡献吗 还是你把大家争取的 你问问你自己 好 不过刚开始 这个张善政却不是说 是在马政府时期 他说都是在 扁政府时期 昨天上午 哇 你可以看到 真的上午跟下午 态度很不一样 我觉得选举好玩 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一下 每个要参选的人 他们到底会怎么样的反应 好 我们要请教正浩 昨天上午呢 他甩锅给扁政府 就被打脸之后呢 下午改口了 说不要扯蓝绿 跟蓝绿都没有关系 我都是你在讲 我觉得对于一个候选人来说 当然我们会减证他的过去 可是不代表你现在 可以说谎骗人 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 诚信的考验 因为你过去犯错是一回事 可是你现在怎么面对 你的错误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了 国民党可以持续去 鞭施林志坚 可是很现实的事情是 11月26号选票上 就没有林志坚嘛 这就很现实嘛 可是11月26号选票上 就有张善政嘛 所以张善政现在怎么处理 他的危机 对我一个 不管是选民的角度 或是曾经是政治目标的角度 或是我现在是候选人的角度 都是都涉及到你现在的诚信 第一件事 你怎么可以公开撒谎说 这些案子都是在扁政府时期验收的 我跟你讲 不要讲都是 没有一个案子在扁政府时期验收嘛 2007、2008、2009三年的计划案 08年跟09年验收不可能在扁政府嘛 唯一有可能在扁政府就是2007年 可是2007年的计划案是 2007年一整年写完后 2008年才能验收 而第一期其中包括在2008年6月1号验收 那个时候马政府已经上任 苏家权2008年5月20号已经 十任农委会主委 所以跟苏家权没有一毛钱关系 跟陈水扁也没有一毛钱关系 跟你怎么可以公开说谎说 这些案子是在苏家权跟扁政府时代的 更恍论我们今天到此时此刻 有人质疑2007年的研究报告吗 没有 出问题出抄袭都2008年跟2009年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马英九政府一上任后 你张三政就肆无忌惮了 开始各种抄袭了 不过也可以这样推啊 如果照张三政说法的话 可是我们也没这样推嘛 我们就事论事 我们没有在管哪一个政府嘛 我们就很简单 今天你对的就是农委会 农委会也不是一个政治单位 它是一个农业机关 然后主管农业政策的单位 我们就看你的报告合不合理 跟什么政府哪有关系 可是而且好笑的是 扯扁政府跟马政府 是张三政自己讲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你在撒谎 你当过行政院长的人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的验收报告是在2008年的6月1号 就算你不知道 你也有个概念 2007年写完后 一定在2008年验收嘛 跟兜政府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张三政你在撒谎 这是我对你人格诚信的不信任 第二件事情 滥用诸位权法 等于是用法条 为自己来脱罪 这是很不合理的 另外一件事情 他说这个记者会 这个要等这个农委会 结果出来后才开 现在看起来 他所谓适当时期就是说 他希望农委会先判定 他再出来开 好 那刚刚我跟指责打勾勾嘛 说农委会出来后 你们不要讲这个 人家农委会政治操作嘛 那指责也说 前提是农委会 要有很多专家学者 我保证 农委会一定找超多专家学者 那找了那么多专家学者 就像台大一样 一定有这个标案的专家学者 来得多啦 一定多嘛 一定一大堆专家学者来认证嘛 然后他的投影片 一定做得比台大还多嘛 那好 做完之后 如果国民党用政治操作 说农委会是政治操作 被人家控制 没有意义嘛 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看 政格标案的最本质 他不需要念博士 不需要农委会 不需要有高深的知识 我就问观众朋友 几件事情 第一个 你可以接受一份报告 抄公演员去申请一千多万吗 第二件事情 你可以接受你2009年交的报告 可是分析的是2006年香港跟国际的现况吗 你如果都不能接受的话 这报何需要专家学者来告诉我们 有没有吵起 你的心中有答案 最后一件事情 经费有没有滥用 刚明明姐有提到嘛 在澳洲跑了五千多公里 不是台湾到澳洲 是在澳洲近来就跑五千多公里 而且四天而已 四天哦 跑五千多公里 他要研究什么 我先问观众朋友 这个研究你们可以接受吗 他去澳洲的领导叫做阿米达尔 去研究洋资电子化管理 怎么在洋上面装电子记录 然后去管理他 拍一张照片就可以回来换下一个点 不是 洋资电子化管理一定要去澳洲吗 在台湾研究机的电子化管理不行吗 要到领导吗 你说一定要到领导吗 澳洲纽西安不行 太多怪事了嘛 我们台湾是个电子化极度发达国家 我们有养羊那你一定是 好那你研究出了什么成果来 就是这个金贝只是刚开始而已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类似这样 金贝我不要讲滥用 使用的状况被大家来去检证 那这个时候你过去就很重要哦 而且阿米达尔才两万多个人口 两万多个人能养多少只羊 就算你五万只羊 所以我觉得很荒唐啦 这些东西没关系 张上正你如果不开记者会 我都尊重 可是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像 这个阿米达尔这个里岛 跑了五千多公里去研究羊汁啊 那或许真的研究出什么大东西 我不知道搞不好真的有 可是谁能帮张上正解释 不是我 也不是晃哥 是张上正才帮自己解释 所以我才会说 身为一个候选 你现在不开记者会是很荒唐的 比如说这个阿米达尔真的发现 哇当地有个非常独特的 这个管理羊的办法 非去不可 导致我们现在亲近龙堂的羊 都这样处理 OK啊 可是我不可能帮你解释嘛 所以张上正不开记者会 至少在选担策略上 我也觉得是个不对的事情 好但是正好 刚刚国民党的套路 后续套路怎么演都被你讲完了 这下还演得下去吗 我们就来看朱一伦说什么呢 朱一伦就说啊 这个张上正呢 林根源涉嫌超斜风波 泼脏水真的很low 结果朱一伦他又把林志坚给端出来了 这要不要换一个新梗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包括张上正正 包括许淑华 包括林根源 现在一大堆国民党 惊奇事超人可能不止了 但是到底哪一个人 有来讲清楚说明白呢 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啊 好涉嫌超习 现在一大堆人呢 都没有讲清楚 但是朱一伦说什么呢 朱一伦说啊 这个民进党这样 泼脏水真的很low 甚至呢还说 哎呀 不要因为林志坚一个人 就想要把所有人都泼脏水啊 来为林志坚脱罪 泼更多脏水呢 不如让大家实实在在 看到一场干净的选举 请教广哥哦 林志坚这个退选 已经蛮久的时间了 不是应该翻了新的一张吗 那包括林根源 他自己讲清楚说明白了吗 因为包括他的看板呢 现在被发现净化石耶 好春天的时候呢 第一版的看板 上面写着交大的硕士 中华大学硕士 到七月的时候呢 只剩下交大的硕士 到八月的时候 哎 什么都没看到了 所以到底谁在泼脏水呢 其实我还蛮肯定林根源的 因为知道 他创下了一个抄袭的新典范 就是他抄的是政府不公开报告 你论文比对系统就比对不出来 因为里面根本没资料 没有资料无法比对 所以抄也要聪明一点 对 我觉得这是抄袭的新典范 小孩子不要学 那我觉得其实朱立伦讲这个话 又是标准 我们又看到一个 国民党党主席的双标 当你们王宏威在发动攻势 对林治坚 那个排山倒海 连续一个月的攻势的时候 那个叫做检验 那个不叫泼脏水 那现在 换另外一边阵营 用同样的标准 检验你们的张善政 检验你们的许竹华 检验你们的谢国梁 检验你们的林根人的时候 这个叫做泼脏水 那事实上 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 当张善政这个研究报告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我的同温层的人在问说 为什么媒体没有像当时检验林治坚这样子排山倒海 铺天盖地 其实那个规格是差很多的 对张善政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客气了 可是你这样子都认为是泼脏水 那请问 那选举游戏规则都你国民党定就好了 你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这样不就好了 你选举本来就是互相检验互相攻防 这很正常嘛 你可以检验林治坚 好林治坚也退选了 那我们就不能检验张善政 我们不能检验谢国梁 不能检验许书 不能检验林根人 请问这是什么标准 这是你国民党的标准 所以这就像你可以对别人丢泥巴 可是当别人拿起地上的泥巴 也对反击了 说你不要搞泥巴战 这样很难看 这样我们要政见辩论 请问张善政 你拿什么跟郑云鹏辩论 你提出政见了吗 没有啊 那请问拿什么辩论 你没有政见 所以当然没得辩论 再来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检验 而且很多人都讲过 林治坚那个论文 他只是他个人的学位的问题 张善政你这牵涉到公堂 这个如果就事情的重要性 跟他的法律上的严重性 张善政这个研究报告的严重性 远高于林治坚 那为什么不能检验 当我们要检验的时候 你就说这个要泼脏水 你干脆叫民进党两只手绑起来 让你打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比较搞笑 是朱利文的态度 怎么现在好像林治坚变成你们的党剑牌 还是护身符 知道有什么事情 就又把林治坚拿出来了 其实我还蛮乐见国民党继续讲林治坚 因为就像刚刚正昊讲 11月26号选票上 不会有林治坚 可是会有谢国梁 会有林庚仁 会有张善政 会有许淑华 你找不到林治坚 你们就继续讲林治坚 没有关系 最好讲到2024总统大选 继续讲林治坚 每天讲林治坚 一天照三三讲 我都没有意见 因为林治坚他已经不在这个战场上了 你对于一个已经离开这个战场的兵 然后你一天到晚去检验他 请问这是谁在浪费时间 谁在泼脏水 你现在还在讲林治坚 我认为这个才是不折不扣的泼脏水 因为这个人他已经没有参战 不管你对他的态度喜不喜欢 那个我没有意见 那每个人本来就 你对于态度有不同的评价 可是你们面对检验 不去面对问题 结果你去找一个已经不在这个战场上的人 继续去检验他 请问国民党你是选真的还选假的 那朱立伦 你如果觉得对于论文的检验 都叫泼脏水的话 那你要不要带着王鸿威他们出来先道歉一下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内现在应该有人后悔 哎哟跟你说董事实打那个论文要做什么 你看现在是伊培寺耶 后面是头拉骨耶 现在叫伊培寺耶 对不对 你觉得这个划算吗 你觉得这个很划算 伊培寺还是比较重要 那个不重要的林姓儿我们都没讨论耶 我觉得一时五兵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那个比较不重要的我们都没讨论耶 你觉得国民党 我在我今天在想说 国民党里面会不会开始有人去报 去怪我方文 你当时是务这条是要做什么 叫务到自己人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 劝一下张善政 劝一下你们那个旌旗四超人 面对问题出来讲清楚 因为现在看起来 林跟人 因为阳明交大可能他们的规定比较特别 他们说要四个月 对 所以有可能在选前不会有结果 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在选前不会有结果 徐书华要等到十月中 对对 那阳明交大有可能选前不会有结果 但是因为林跟人 他是国民党正式提名的市长参选人 所以我觉得如果阳明交大 有像台大这么好的效率 这个三个礼拜就搞定的话 是选前是会有结果 但是我不晓得 因为我无法去控制 阳明交大的这个学轮会的程序 但是目前看起来 是有可能在选前不会有结果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候选人自己面对质疑 不需要出来说清楚讲明白吗 好所以国民党现在呢 近期四超人没有一个人出来讲清楚 说明白到底谁在泼脏水 谁比较low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国民党现在呢 里面很多的惊奇超人 但我觉得最惊奇的应该是朱立伦 他就说了 这个乱泼脏水啊 真的是很low 我们要请教指责哥 我觉得朱立伦呢 与其有时间讲这句话 要不要赶快叫张善政 出来开记者会讲清楚说明白 没有张善政没有说不开嘛 刚刚已经讲了 而且我刚刚讲 我认为是因为这个研究报告 它的复杂度啦 多一点时间准备也好啦 完整说明 我认为这一题应该是跑不掉 而且也应该要去做 那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不是泼脏水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公平啊 但是我会说我当然同意说 所有的候选人都应该被检验 只是说检验有没有道理 人民会不会相信 人家说举亲以民众啦 就是说如果民进党的朋友 绿营的朋友说 这个什么张善政这个很严重 要道歉要怎么样 那我就反过来还是会被问到嘛 那当林志坚 他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还被两间学校判定为这个抄袭 甚至这个有没有牵扯到公家 还是有 那不是他个人耶 但我觉得林志坚 他至少来向教育部来申请数月了嘛 那也为了自己清白 可是你看国民党现在啊 有人出来开记者会说明了吗 没有嘛 每一个都推给学轮会 不会啦 林根人事实上他昨天 他也有出来说明 他甚至直接说 我记得他说四个地方还六个地方 就是说他那个引用可能有瑕疵 他对于这个事 林根人的问题不是引用瑕疵的问题 他不是用不公开的资料来写完自己的论文 是嘛 他有这一部分他有自己的回应嘛 那我说最后判定还是要到学论文 所以他不是 我坦白讲 如果他开始记者会 结果绿营的朋友可能还说 讲得不清楚啊 那一派没讲到 那一派没讲到等等 那最后的确确实啊 我觉得你基础的 就基础的工作做好 基本工作做好 跟大家说明 然后最后还送给学校 我觉得这是光明磊落 昨天我看林根人也是直接说 那我就送给杨家到这个学论会 而且我也愿意亲自去 我是说这个态度还是要讲啦 问题不在大小 态度是关键啦 我讲再讲白一点 过去我们高雄市也提了一个 这个李梅珍啊 他论文当时是抄袭 事实上他 我记得他在第四天 就出来公开道歉了 愿意撤回他的论文 抄袭都是不对的啦 可是至少有展现出反省的态度 这样基本的门槛要达到啦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当然当然当然说啊 这个什么林志坚不会在选票上 我们当然不会在选票上 蔡英文也不会在选票上啊 可是林志坚或蔡英文 会不会影响到民进党的选情 他不是指标的人物嘛 我说你A 然后你就说去B 我说你这边抄袭 你就说 没有我只是饮用书师 都挑那种小小的出来讲 这个现实的政治世界是如此啦 这是一个选战啦 刚才都说了 每个人都要被检验嘛 那被检验 你可能检验A 检验B 都会 那我要说 这个 就是说你提出来 或说你质疑的东西 你必须要合理 甚至是正当 甚至是让人家会幸福的东西啦 重点是这个 不然每天 我看很多人都在评论选举 都在评论哪个候选的好 哪个候选的好 重点是你提出来的东西 够不够有利 是不是接避 接避等级的 是不是会让这个人民有感的 所以这个还回过头来 就是说 未来就是说 郑运鹏张善政 刚才讲到这政策的部分 我想会对壘到啦 那像这个外安今天也有 这个提出 这个长照政策嘛 等等 那我意思说 的确 那当这个抄袭的部分 的确会引起大家的 继续检验啊 重视 可是回过头来 政策还是会嘛 有用林志坚的规格来检视自己吗 当然 当然 就不用双标 都不用双标 所以我觉得啦 我诚心的认为啦 其实林志坚在这件事情上 只不如他早一点展现他的态度 反省的态度 其实我认为 那个事件不会 扩散得这么大 那至于 至于要不要退选 其实当时的确 国民党 或说有一些政治人物 是希望他退选 但是那个是建立在什么 是建立在硬拗嘛 然后还有很多的民进党的朋友 我蔡英文总统 就一直瞎挺 但崔文还在拗林志坚耶 这谁拗的比较硬 不是啦 那我讲这个什么 其他人包含张善政 或说大家检验林根人 许舒华等等 那因为这些学问会也都还没有判定出来 而且他们在第一时间的态度 至少说如果有瑕疵 我愿意到 这个我想这个差别很大啦 再者我最后我讲一点就好 张善政他整份报告是1000多页 不是只有60页 我退一万步讲 我是要讲 我并没有为任何 我帮你 感谢